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黑板爆的浪漫、手绘心跳的告白 二、自行车上的爱情接力、风中的纸条 三手写日记的秘密、抽屉里的青春 那么哦,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黑板爆的浪漫、手绘心跳的告白 啊,黑板爆,那是一种几乎被时代遗忘的艺术形式,一种在学校走廊里津津展现学生创意与热情的媒介 在这个数位信息爆炸的时代,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手绘心跳的告白 那些曾经让无数青春心跳加速的黑板暴浪漫 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的学校早晨,学生们还在怀里抱住昨晚未完成的梦,走进教室 突然,他们的目光被一道亮色吸引 黑板上不再是枯燥的数学公式或是历史年表 而是一幅用彩粉描绘的新型图案 旁边还有一段手写的告白诗句 这不仅是一次视觉的惊喜,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黑板爆的浪漫在于它的及时性和独一无二 当一个学生决定用黑板爆来表达心意时 他不仅是在分享一段情感,更是在创造一个瞬间 一个只属于他和被告白者的瞬间 这种告白,不像短信或社交媒体那样可以轻易删除或忽略 他在那里大胆而直接,等待着全校的目光和纳格特别人的回应 当然,这种告白方式也不是没有风险 一旦告白失败,那么这段勇气的展示就可能变成同学间茶余饭后的笑料 但正是这种风险,让黑板爆告白更显浪漫和真挚 毕竟,爱情本就是一场甜蜜与苦涩交织的冒险 不是吗?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黑板爆上的告白也成为了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有时甚至会在毕业多年后的同学会上被提起 成为一段段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想想看,那些曾经因为一副黑板爆而心跳加速的少年少女 如今也需以鸡鞋手走过了人生的许多旅程 所以,即使在这个数位化的世界里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黑板爆这种古老的浪漫 她提醒我们,有时候,最简单的方式才是触及人心的最直接途径 而那些手绘的心跳告白,就像是一首无声的情歌 永远回响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自行车上的爱情接力,风中的纸条 好吧,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自行车上的爱情接力,风中的纸条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沟通、机遇和偶然性的故事 想象一下,在那个手机和互联网还未普及的年代 恋爱中的年轻人要表达爱意 往往需要一些创意和勇气 而自行车,这个经典的交通工具 就成了爱情传递的一个重要媒介 故事是这样的 一位青年男子骑着自行车 手中紧握住一张写有情话的纸条 准备在风中飞扬的时候 偷偷地塞到新衣女孩的家门口 这种行为,既有点像是中世纪骑士的浪漫 也有点像是现代快递小哥的效率 但是,风是一个既调皮又不可预测的元素 当我们的主角在风中骑行 准备执行他的爱情任务时 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 把纸条从他的手中吹走了 这时,爱情的接力赛就开始了 纸条在风中飘扬 经过了无数人的手 或许有人看了一眼 叹了口气 想起了自己的旧爱 或许有人好奇地打开 然后笑住把它传给下一个人 这张纸条就这样 在不同的人之间传递 每个人都成为了这段爱情故事的一部分 即使他们并不知道故事的全貌 最终,这张纸条是否到达了女孩的手中 这就是个未解之谜了 但这个过程却成为了一个关于爱情 基于何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美妙预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爱情有时候需要一点运气 一点冒险 还有一点点的幽默感 毕竟,如果你的爱情宣言 最终被一只好奇的鹦鹉拿去坐窝 那也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 不是吗? 所以,下次当你骑着自行车 手中握住重要的东西时 记得,风是一个既可以是你的助手 也可以是你的对手的存在 而爱情,有时候就是在这样不经意的瞬间 被传递和接受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手写日记的秘密 抽屉里的青春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古老而又亲密的话题 手写日记 这个抽屉里的青春守护者 在这个数位化 社交媒体充斥的时代 手写日记似乎成了一种古董般的存在 但它却用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能够将我们的青春时光密封起来 等待某一天被重新发现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手写日记的物理特性 这些厚厚的本子 通常藏匿于床底 书柜最深处或是老实衣橱的抽屉里 它们的封面可能是各式各样的 从花哨的粉红色到严肃的黑色皮革 每一本都像是一个时代的时尚缩影 打开它们 你会发现从铅笔到荧光笔 从墨水斑点到泪水痕迹 每页都记录住过去的情感和故事 而这些日记的秘密 哦,它们可是多得很 从青涩的恋爱 对未来的梦想 到对朋友的小八卦 这些文字像是一个个时间胶囊 封存了我们的笑声 泪水和成长的痛楚 当然 如果你现在去翻看自己的旧日记 可能会发现一些 让人哭笑不得的内容 比如那个你曾经誓死捍卫的流行乐队 现在听来可能只会让你玩耳一笑 但手写日记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内容 在这个一切都追求快速和效率的时代 手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缓慢的享受 每个字的书写都需要时间和精力 这让我们有机会真正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随手一划就分享了半生不熟的想法 当然 手写日记也有它的缺点 比如说 如果你的笔记像是醉酒的蚂蚁爬过 那么今年后想要解读自己的文字 可能会成为一场挑战 或者 如果你的日记不小心落入了好奇的弟弟 或是爱管闲事的室友手中 那么准备好面对一场尴尬的解释大会吧 总之 手写日记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 它们不仅仅记录了个人的历史 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情感和价值观 在未来的日子里 当我们老去 这些满是尘埃的日记将会是 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桥梁 提醒我们曾经有过的热情 梦想和那些青涩的日子 所以 如果你还在坚持手写日记 请继续保持 因为这不仅仅是协作 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来说 黑板报 自行车上的纸条和手写日记 都是在数位时代被遗忘的浪漫方式 它们代表着一种 简单而真挚地表达爱意的方式 同时也是青春和回忆的见证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爱情的勇气和冒险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在这个快速和虚拟的世界里 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古老的浪漫方式 并将它们带入我们的生活中 现在 我邀请你们观众也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或者你认为 还有其他什么浪漫的方式 可以分享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